大家好,我是肖尤特 歡迎大家來到跟肖尤特之人一起學習不正經日文的時間啦 今天的主題一樣是黑直視唷 有追黑直視,大家有看過黑直視第三季,馬戲團片嗎? 呃,不用擔心,如同我之前說到的 第三季之後的動畫已經全數回歸正常 大家可以盡量放心觀看 反正呢,大家要我們注意到馬戲團片中有這麼一個人 他講話的時候總是會在餘尾加上一些小小的思想念 不管說什麼都一定要加上一句就是誰誰說的 沒錯,今天的主題,我們就要來從Snake的碎碎念裡面 學習一個很實用的劇型,那就是日文中的引述劇型 也就是誰誰誰說了什麼 我們先來看Snake的這些碎碎念 由於他可能某種程度是個可以跟蛇溝通的人 他每次開口其實就是代替他的蛇說話 所以我們才會聽見他的每句話後面 都會知道誰誰誰的碎碎念說這是誰誰說的 這句話什麼什麼でいている的で 其實是と的口語用法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來學這個句型 什麼什麼という思う或是考える 這個と的句型主要可以用在兩種動詞之後 其中一種是思考動詞 例如思う、考える、信じる 這類跟思考、想有關的動詞 另一種很常使用的是傳達動詞 例如說言う、教える、聞く 這些誰誰誰說了什麼話 或者是從誰那裡聽到了什麼 我們就來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要說他說他肚子餓了 我們就可以說 彼は腹が減ったと言いました 或者是我相信黑旗君一定會勝利 黒崎君は必ず勝つと信じています 等等 だって絶対勝つって言ったでしょ 只要前世的引述像是誰誰說了什麼 又或者是誰誰是這麼想的等等的這種句子的話 很多都會使用這個と的句型哦 例如像是日常對話的部分 但我們不太確定一些事情 又或者是想要表達我們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我們也都可以說什麼什麼と思います 也就是我覺得怎樣怎樣 例如說當有人問說 你覺得台灣是什麼樣的地方啊 我們就可以回答 台湾は綺麗で便利なところだと思います 台灣是個美麗又便利的地方 又或者是我們要說我覺得日文很難 那就是日本語は難しいと思います 不過要稍微注意的是 在這個どういう或是と思う的前面 必須要加一個完整的句詞 並且要改為長體 在這邊必須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名詞句和那形容詞句在這裡的用法啦 就如同這句 俺はカズラだ 如果要改成這個と的句型的話 就會變成 彼はカズラだと言いました 但這邊就要非常注意 這個中間的だ是不能省略的 否則就不能夠算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哦 這點名詞和那形容詞也都是一樣的 因此當我們說我覺得日本很乾淨 我們就要說日本は綺麗だと思います 由於綺麗是那形容詞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日本は綺麗と思います 這樣是不對的唷 好了 大家對於這個と的句型都學會了嗎? 次次看動漫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仔細聽看動漫角色的台詞 然後就會發現這個と或是て的用法 真的非常常被使用哦 那麼喜歡這個影片的人 請記得幫我按讚加分享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下個FB粉專看看 還沒訂閱的人記得要點擊訂閱哦 皆さん我們今回的番組についてどう思いますか? 大家對於這次的影片有什麼想法呢? 請大家用 と思います的句型在留言區分享哦 那麼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じゃあまた 掰掰